总统选举待望黄黎和相关产品的销量 由于当选总统尚达曼的竞选标志是黄黎 不少的商家顺势推出黄黎相关的产品 也有水果商说黄黎销量增加了近两成 来看记者图建墙报道 这一家位于红帽桥中心的水果店 把黄黎摆在门口显眼的地方 业者表示竞选期间 曾在尚达曼走访这一区时 推出两元的黄黎促销 当时掀起顾客抢购 如今需求已经平稳下来 价格也恢复正常 黄黎成为近期的热门水果 一些跟黄黎有关的产品也在网上热了起来 一些业者就趁着这股热潮 推出黄黎相关的产品还有做促销 这家专卖各式高果的业者表示 黄黎造型的红硅果近期大受欢迎 竞选期间还特别送给尚达曼夫妇品尝 这家位于加东的甜品店 在尚达曼胜选后 决定推出黄黎知识蛋糕的促销 短短几天内 订单增加约三成 当中有熟客 也有新顾客下单 受访的几家业者也表示 这股黄黎热潮相信只会维持几天 不过很多国人原本就爱吃黄黎 所以会继续推出以黄黎为主题的美食